我们谈谈MSCI 检讨结果是今天收市后就会生效 被动资金就会换马 先讲讲有些新贵 它会纳入33只股份 港股方面包括鲍布马特、赵金、东方海外、特报、广汽等等 剔出比较多的就是内房股 有44只股份 当中包括亚居乐、富力和合景泰富等等 预计今天被动资金收市后 都要买入相关的股份 新贵当中你觉得哪几只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或者某些价位也可以追入 所以需要留意相关结果公布的时候 就是香港时间的5月13日 到现在都说是超过半个月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其实都已经有些资金来追捧了相关股份 所以现阶段去看的时候 就要考虑未来来说 会不会仍然有一些利好的因素来配合 我自己觉得东方海外是值得留意的 因为始终物流方面 仍然是有一个需求因此的状况 另外也是在冲敬美国对华的征收关税项目 有一个放宽的状况 另外一个方面也留意到 市盈率现在都是比较低的 始终在单位数的状况 所以这些因素去看的时候 仍然可以冲敬股价表现是利好的 我相信6月份的股价是有望 是挑战265到270元这些位置 所以都可以留意这只股份